各位朋友好 欢迎来到贝尔的厨房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夏日甜品 杏仁豆腐 5公克洋菜粉 10公克果冻粉 搅拌混合 倒入100公克冰糖 200公克无糖豆浆 400公克牛奶 200公克水 把所有材料搅拌均匀 瓦斯炉开中火 放上装有杏仁豆腐材料的锅子 搅拌煮滚 开始滚沸后 汤液会往上涌 要小心不要让汤液溢出哦 滚沸后加入80公克杏仁露 再次将汤液搅拌煮滚 滚沸后即可关火 将煮好的汤液倒入方形的容器中 捞出表面的小泡泡 这样可以让结冻后的表面更光滑美观 小泡泡 搅拌干净后待凉凝固 再放入冰箱冷藏2小时以上 等待凝固期间来煮冰糖水 冰糖80公克 水300公克 开火将冰糖煮至溶解 冰糖水就准备好了 冰糖水 冰糖水煮好后静置放凉 杏仁豆腐冷藏 冰糖水 杏仁豆腐冷藏好后拿出来 先切成小块 看看这弹性 冰糖水 食用羊菜煮出来的口感会较脆 果冻粉则口感较Q 同时食用可以调节 让口感软硬适适中 将杏仁豆腐切成小方块 切好的杏仁豆腐放至玻璃碗中 加入水果 淋入冰糖水 淋入冰糖水 杏仁豆腐是老北京的夏日甜品 在宫廷中也是很普遍的甜点 爱鲜菊罗号即暂时在宫廷中写到 关于杏仁豆腐的制作方式 夏季北京许多餐馆都有贩售杏仁豆腐 特别是清蒸小吃店 嗯 杏仁豆腐的质地十分柔滑 杏仁豆腐的芳香在每一口中散开来 淡淡的甜味和香气缠绕入味蕾 加上水果和糖浆增加了丰富的层次和口感 朋友们赶快做来跟家人分享 还有订阅按赞分享影片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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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